早期仪冠禽兽一词并不是形容像吴某凡衣里人的 不仅如此,还是一个宝义词 在明朝,你如果披着仪冠禽兽的外衣 那你可就是大富大贵之人 在明朝的影视剧当中 我们经常会看到那些官员穿着朝服上朝的时候 朝服后面补着一块很漂亮的补丁 补丁上绣着很漂亮的斗舞 而且这些斗舞各有不同 有天上飞的,有地上爬的 明代官员的服饰规定 文官官服秀琴,武将官服秀兽 文官一匹匪袍秀仙鹤 二匹匪袍秀锦基 三匹匪袍秀孔雀 四匹匪袍秀鱼燕 五匹青袍秀白鞋 六匹青袍秀露丝 七匹青袍秀西车 八匹绿袍秀黄鲤 九匹绿袍秀安蠢 五区一匹秀麒麟 二匹飞袍秀狮子 三匹飞袍秀老虎 四匹匪袍秀豹子 五匹青袍秀 六匹七匹青袍秀标 八匹绿袍秀扭 九匹绿袍秀海马 因此人们称文武官员为 衣冠秦兽 衣冠秦兽也只是当官的 本事不好意思 后来因为明代中晚期 那个时候当官的很大一部分 贪扎万法欺压百姓 唯非作胆 九二九支就成了别一词了 先看 词